设置COOSHY的有效路径 好 这个就有点不是那么好理解了 来看 默认的情况下 你没有设置 COOSHY的有效路径 明白吧 你没设置有效路径 那么会有一个默认的有效的路径 明白吧 你也可以去自己设置一个有效的路径 明白 怎么设置有效路径呢 I can speak to pass 就是一个有效路径 我设置有效路径是什么呢 我设成一个斜杠 设成一个斜杠 设成这个斜杠 它就表示 主精灵 明白我的意思 表示主精灵 好 那你们来看 我们访问这个server的时候 我们那个主精灵是什么呀 我们访问这个server的时候 我们写的 UIN是不是这个 其中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主精灵啊 那这里的主精灵就指的是 Local host 明白 那再举个例子 例如你现在要访问的是 3w.it黑马.com 那这个时候这个主精灵就 你如果再写个其他 这个主精灵就表示什么了 表示3w.it黑马.com了 对吧 好 这我们明白了 这是设置有效路径 那么这个有效路径 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呢 好 这个好一切 我们来举个例子 大家 假设啊 你现在访问某一个server.e啊 它对你回送的有效路径呢 是 它回送的有效路径是 一个 对你这个server.e 它是3w. 它是local host的 下的local host 下 对 09这个工程下 有一个server.e 明白我的意思吧 在这个server.e里边 做了一下这个事 给你回送了一个cookie 回送了一个cookie 这个cookie的有效路径 它设置的是写杠 明白吧 那么当前这个写杠 表示的就是 local host 对吧 好 现在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好 这是一个用户 他打开自己的留言器 先后访问了这两个网站 明白吧 这两个网站里边 local host 明白我的意思吧 好 现在 现在他又去访问了一下local host 他下的 对09这个工程下有一个server.e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问大家 这个server.e 访问server.e的时候 他刚刚回答访问server.e的时候 会写的cookie会不会带过去 会带过去 这就是有效路径在哪里的 明白吧 这个时候 访问server.e的时候会带cookie过去 没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带访问 那如果说你带访问 你会带cookie是 是哪个故乡 是 是 会带 访问 四二五里特一的时候 带 写过去的故乡 没想到 会带这个故乡过去 会不会带这个故乡过去 不会 因为 你这个时候 你访问server.e的时候 server.e的时候 是local host的下来 对吧 他不是3w iq 码点 康复下来 所以这个 故乡 根本都 不会带过去 没有 只有这个 server.e 一回起的故乡 才会带过去 没想明白吗 这叫做有效路径 OK 好 那最近 我们设置的是一个斜杠 表示的是local host 对吧 表示local host 那 你这个要搞清楚了之后 我问大家 我在这里再写一个 我真的就再写一个server.e的diamone 二 我访问他 我问大家 一会儿 我访问他的时候 会不会带这里 回写的这个图题过去 会不会 会 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server.e的diamone 二他也是属于local host的下 diamone 这个工程里的 对不对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精灵 都是local host 所以就会带过去 听明白 好 diamone 我刚刚在写的时候是不是设成了一个斜杠啊 所以就都会带过去 能想明白吧 实际开发 过程中 最常用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是最常用的 为什么最常用的 好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最常用的 来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技术 单点登录啊 我说这个技术 单点登录啊 来介绍一下 单点登录叫什么呀 single side 啊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种功能一般是一些大型的门户网站才会有的 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 新浪是个门户网站吧 新浪里面它有对外提供邮件的 对外提供新闻的 对外提供 什么微博的 是不是好多好多呀 你有时候发现 你有 你上网 你会发现有这样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你 你比方说现在你登录了那个新浪邮件 新浪邮箱 明白我的意思吧 你新浪邮箱不是有刚刚才 登录了吗 登录了之后 你发现 你再去上了一个新浪的论坛 还有新浪的一个微博 你发现都不用再登录了 明白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它使用了单点登录的技术 那个单点登录技术 它也是基于Cookie去实现的 基于Cookie实现的 它怎么做的呢 它是这样做的 它比方说 刚刚你先 你现在访问新浪的页面嘛 你要上邮件 是不是你必须先得登录一下 明白我的意思吧 登录的时候 它给你回写一个Cookie 这个Cookie里边包含了什么呀 你这个用户名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还有呢 密码 那你紧接着 一会儿 你是不是要上那个新浪的那个微博呀 你上新浪微博的时候 由于这个微博 它也是主机名 3w.新浪.com下的吧 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访问微博这个应用的时候 会不会带这个Cookie过去啊 会 就带Cookie 带保存了用户名和密码的Cookie过去 那你带过去了 你这里边有用户名和密码 那它就 那微博的那个程序 把它就可以获得了 你带过来的数据 然后获得之后 它判断你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干什么呢 就直接帮你做自动登录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这样的原因 就是单点登录到底哪个时间 能听明白 好 这就是有效路径啊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Cookie啊 一旦你设置有效期之后 它保存到硬盘上了啊 它的确保存到硬盘上 并且这有一个有效路径的 来 我们去访问一下 好 好 我们在桌子里查看 好 你看这是不是有有一个Cookie啊 这个Cookie 对吧 这个 这里边比较多啊 我们把这个清理一下 重新再来一下 重新再来一下啊 我重新刷新一下 好 你看我把Cookie刚刚是不是清理了 一清理是不是又变成第一次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幻存 这不是在这 然后关 好 但是有这个故意啊 把这个Cookie 注意 你在那是打开的啊 你得干什么呀 Ctrl C下来 Ctrl C 然后到桌面上 Ctrl V 是不是有了 注意它对我念的名字比较怪 你看看 这是Cookie名字吧 这是Cookie的指导 这是那个有效路径 是吗 它这样的写去表示什么呀 只要防御是 NoCookie下来的任何一个志愿 它都可以带这个Cookie回去 明白吧 好